首先我們先安排一下電子報的素材 剛剛呢 各位把它打開之後 這件事情完成了 麻煩大家自己來開一個新的 到上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Competition 合成 你到這個地方 我們素材其實都已經在裡面了 那我就可以從這個地方增加進來 那我先解釋一下 什麼叫做Competition 各位 你們平常在看片拍影片 或你自己拍影片很一樣 你會不會一鏡到底 很少 除非你有特殊的目的才會一鏡到底對不對 很多 比如說你在教室拍了一段影片 可能在餐廳又拍一段 可能在馬路邊又拍了一段 那這樣子一段一段的影片 我們就稱作Competition合成 這樣了解嗎 那我的最後的影片 是不是可以有很多的組合起來 這樣稱作一段影片 當然你只有一個也可以 那我們就按下New Competition 你可以給他一個名稱 看你要什麼名稱 中文英文都可以 再來就是我們剛剛提過的 你的影片原則上現在 我們的電腦主要都是 Full HD沒有問題 你如果要再更高檔的 4K 8K 可能你的 記憶體啦 CPU 這個速度 還是要快一點 好 那至於說你的 FPS 要用多少 如果我們在台灣 因為我們用的是美國的規格 所以就是29.97或30 那麼這邊我稍微解釋一下 為什麼會有一個29.97跟30 因為跟馬達的速度有關係 你看下面這裡也一樣 有沒有 23.976 跟24 為什麼 要那麼計較那個0.0幾 因為 我們馬達 剛開始 短的 影片短的時候 你測這樣子 跟這樣子 大概沒有什麼差別 也就是說 29.97跟30 30 看起來是只差0.03 可是當你的影片比較長的話 馬達的轉速 穩定度 可能就沒辦法 持續都用這個速度去轉 就有可能會產生 我們講的叫做掉滾的現象 所以他可能到一段時間 就要補一個補一個 就是要補一個 那個把影格把它丟掉 丟掉一點點 好 所以我們這種程度掉滾 原則上短的影片 我們就是 這兩個沒有太大差 長的影片 我們就會用29.97 或是這個23.976 這樣了解了 好 稍微留意一下 那麼影片長度 我們還是要10秒鐘就好 背景還是維持黑色的 好 OK 這樣是不是有空的 那我們場景安排一下 你可以把這個地方 這個是當背景用的 我就把它丟下來 是一種方法 它會自動自中 那麼你也可以這樣子 一拉拉拉過來 這樣叫做隨性丟進來 這樣了解 還有第三種方法 哪三種方法呢 在這裡 你看 我們剛剛增加一個合成 是要Cumper 2 你也可以把這一張 按著拉進來 這樣也就要丟進來 所以 總共有三種方法 看你喜歡用哪一種 直接這樣拉出來的是最隨性的 那麼 丟到下面時間軸 跟丟到Cumper裡面 它會自動放在 整個畫面的正中央 有沒有發現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 放在正中央的 其實我通常會建你 這樣丟下來就好 或者拉到上面去就可以了 這樣沒有問題吧 下面時間軸 這就是大家熟悉的 塗層的概念 所以你看我最後丟的是這個 疊在所有塗層的最上面 就是這樣 那我再放到旁邊 放到旁邊 那麼還有一個 是影片對不對 在這裡 影片的部分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因為待會我們要動的時候 希望它能夠跟著它一起動 跟著它一起動 那 你現在呢 先把這個安排一下 等一下我們就會來跟大家 介紹一下 它的關鍵格 要怎麼去使用 還有我們的動畫的五大要素